刘备在新野团住七年 刘表为什么不敢重用 主要是防备曹操公元200年春 正是欣赏桃花的好时节 但是对于刘备来说 却是历经考验 面对随时毁掉脑袋的窘困 这个时候刘备已经被车骑将军董城拉拢 并且建立一代召反曹团队 而刘备正是一代召反曹团队的重要成员 刘备此时已经是汉氏皇叔的身份 而董城也是非常聪明 他拉拢了刘备 相当于拉拢了十个诸侯家盟 然而刘备的实力却是非常小 虽然在关羽张飞的协助之下 斩了徐州刺史车骤 暂时占据了徐州 但是随后却是曹操亲自东征 刘备再次被打败 关羽被生情 而张飞更是不知所终 刘备在走投无路之下 逃往青州圆潭处 随后投被袁绍 刘备本来想借着袁绍的实力打败曹操 但是让刘备没有料到的是 袁绍又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货色 很快袁绍便在关渡之战中败下阵来 这个时候的刘备 其实已经在给自己找退路了 刘备让赵云联合之前被打散的兵士 然后以匡扶汉氏天下的名义 招揽爱国之事 公元201年刘备重新聚拢关羽张飞 包括后面的赵云 还有赵云所招募的兵士 刘备带上他们 便前往了荆州刘备之处 三国治卷三十二属书二 先主传第二 先主浅弥足 孙前与刘备相闻 婊子交迎 以上兵礼代之 一起兵 使屯心也 在刘备走投无路之际 刘备念同事之谊 不但接纳了刘备 而且还让刘备在新野屯兵 并且刘备已上兵礼代之 这足以说明刘备是非常看重刘备的 不过呢 在刘备屯兵新野不久之后 刘备对刘备的态度 似乎便发生了变化 公元202年 刘备让刘备率军北上 并且和夏侯敦 于静在伯望坡交战 刘备首先利用尾盾之计引夏侯敦 于静中计 然后再以伏兵出击夏侯敦 于静 从而刘备在伯望坡取得胜利 不过让刘备郁闷的是 刘备所拨的兵士并不多 并不具备将夏侯敦 于静一网打尽的实力 而且敌方大将李典 也已经前来支援 刘备无奈退兵 自公元202年到公元207年 刘备在荆州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呢 用刘备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毕肉之探 这个关键词是什么意思呢 很简单 毕指的是大腿 毕肉之探说的就是刘备觉得 自己在荆州虚度了光阴 一事无成 过得非常狼狈 三国之卷32属书2 先主传第22年 曹公北征乌丸 先主说表唏许 表不能用 公元207年 刘备再次向刘备提出 应该趁着曹操进攻乌环时 举兵进攻许多 如此一来便可让曹操头痛 然而 刘备呢 竟然没有采纳刘备的战略 其实 从上述的事件来看 刘备其实在星野屯兵的日子 过得并不舒心 自己的战略得不到认同 而自己的报复 理想也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阶段 刘备前前后后 是在星野屯住七年 只不过在这七年时间里 刘表都没敢重用刘备 要不然曹操不可能过得如此安逸 战事也不可能进行得那么顺利 那么 刘表为何不敢重用刘备呢 主要原因 其实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 刘表想要以刘备来抵御曹操 以保荆州 当时的荆州 主要面临着两大强敌 孙权 北边的曹操 孙权这方面已经有皇祖 然而面对北边的曹操 刘表正好可以利用刘备来对付他 不过刘备与其他大将 诸侯不一样 首先 刘备手下的大将 包括 关羽 张飞 赵云也都不听命于刘表 他们都是直接服从刘备的 因此对于刘表来说 想要刘备效力防御北边的曹操 那么就只得借助刘备的势力 但不能直接下命令 让刘备去防御 因为 刘表 刘备他们都是属于一个级别的州级长官 只是说刘表的地盘比较大 而且做官时间比刘备稍微要长 在刘备屯兵心也之时 荆州豪杰归刘备者日益增多 基于这层原因考虑 刘表对刘备也慢慢提防起来 三国至荆州豪杰归先祖者日益多 表仪齐心 因预知 刘备三顾茅庐 让徐州事件 估计也都会让刘表触目惊心 然而 荆州也正是用人之计 因此刘表不得不起用刘备 并且让刘备防御北边的曹操 但在这里 刘表仅仅只是让刘备防御曹操 并未让刘备直接率军攻打 就像刘备当时指挥 并发起伯望坡之战一样 刘表只是给刘备提供兵士 粮草 但实际的利益获取者 其实还是刘表 因此综合来看 刘表仍然把刘备当成是竞争对手 害怕自己随时会被刘备取而代之 因此 刘表才会在刘备屯兵星野期间 随时低防于他 刘备最大的作用 对于刘表来说 也就是防御曹操 为了 拿犯 了 斯